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吃素的人越来越多了 有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每一天都吃 那他就比如初一十五 或者是某几餐吃素 对不对 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不是之前才来到台湾吗 对 他跟马总统吃饭的时候 竟然是吃素餐 以他们两个人的年龄是应该吃素的 是真的这样吗 当然身体比较好 其实你知道吗 因为克林顿他其实现在就是继续了解 他在那个裁作上就跟马总统 我们大大分享说他吃素减肥还谈养生 而且你看到来台湾的克林顿 他已经瘦了十一公斤了 真的 对 瘦了十一公斤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关心的是怎么样吃健康素 你看 这个是荤的嘛 铁定的嘛 炸鸡嘛 好香 好好吃 这是你的最爱 那这个是豆腐 所以今天的议题对你来讲是大考验 没有啦 这个就摆在旁边考验我了 然后我今天要拥抱这一类的 对 你要拥抱这个素怎么样吃一个健康素 其实你刚刚也讲的对了 像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口 两百万的人十分之一都吃素了 有这么多 对 其实我们讲 两百万 对为了健康 当然吃素 有人是为了健康 那可能有些信仰等等嘛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吃好的这个健康 健康素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去一些素食的餐厅 那素食餐厅的看起来琳琅满目 我们也很讶异说 怎么做素 可以做这么多种 然后但是有时候吃起来有一些菜 是蛮油的 对不对 蛮油的 所以有一些人吃素 他还是胖胖的 你就说你告诉我 迷思到底吃素可不可以减肥就对 对啊 对 好 那今天好像有笑话 对不对 对 今天的笑话是也是跟吃素有关 话说这个狼爸爸跟狼妈妈 那个野狼 真的那个动物的那个狼 野狼呢 狼爸爸跟狼妈妈生一个狼宝宝 那结果这个狼宝宝就不喜欢吃肉 只喜欢吃蔬菜 真的喔 很怪对不对 那所以狼爸 狼妈妈就说 奇怪 我们这个生的这个小狼 这个狼仔 他为什么只喜欢吃蔬菜 不喜欢吃肉呢 这样以后怎么长大呢 对不对 结果那个小狼就慢慢慢慢长大 就有一天呢 狼爸很高兴看到那个小狼 在追那个兔宝宝 追兔子 他想说 我们的小孩子终于正常了 就没想到那个小狼呢 抓到了兔子以后说 快点 快把你的红萝卜叫出来 莫非 狼宝宝他有看我们的健康同学会 这个笑话一定是假的 因为狼是不可能吃蔬菜 不是 我知道有一种情况是 这一只小狼根本不是他们两个生的 有可能 对不对 有可能是健康同学 披着狼皮的兔子 对 有可能是兔子 对 好 总之今天跟大家讲说 要怎么吃健康素 赶快欢迎我们的老师 还有这个同学 笑得最大声最开心 是我们的保健室主任 派卫中教授 派老师好 大家好 其实刚刚老师说 他其实也赞成吃素 但是要吃得健康 真的 老师也说吃素不错 但是要吃得健康就对了 然后均衡 我的观念是就是说 很多人都是好像说生了病 或者是为了健康去吃素 但是事实上我的观念是 健康不一定要吃全素 但是它可以降低动物性的这个比例 动物性食物的比例 所以要健康 不一定要吃素 然后吃素也不一定会健康 但是今天就教你吃素怎么样健康吃素 所以吃素里面就可以有健康的吃素 跟不健康的吃素 那吃荤也可以有健康跟不健康 对 吃荤也可以这样 所以并不是说你做一件事情 就一定健康不是这样的 那观念还是要对 所以不一定要全蔬食就对 蔬菜就是当这个主食 好 另外是欢迎健康教第十九章的老师 那目前也是北一保健一样系 兼任的助理教授吴亦龙老师 老师好 嗨 大家好 苏老师 那么赶快来欢迎也是健康教第十九章 那么也是我们看到是生机饮食专家 王明勇老师 老师好 安德 老师今天带很多芽菜 你知道大家所熟悉或是通通陌生的 他全部都带了 刚才他有一盘那个芽菜 等一下观众朋友可以好好认一下 十多种的芽菜 我们觉得好像都看得出来 但是都叫不出名了 然后吃一吃味道都不一样 好特别 十六种 十六种 好 另外是五年九班 那这位同学他刚好他名字里面 有一个跟我们主题有关心 洪肃青 肃青好 好 虎老师好 虎老师 我问你吃素会不会瘦啊 应该多少会 对啊 等等这些 其实都有一些迷思存在 对 我们列出来了吃素素食的五大迷思 五大迷思 我们一来为大家揭晓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迷思 大家最关心就是说 什么样的迷思是第一个问题 好 我们看一下 不吃肉到底会不会缺乏蛋白质 对 会不会 其实因为肉本来就是蛋白质来源 会不会呢 是不会了 是不会 但是这就是为什么刚刚讲说 健康吃素的重要性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蛋白质的来源 如果以肉类来讲 它比起植物的有两种不同 第一种不同就是 我们单吃一种肉 不管是单吃牛肉 鸡肉 猪肉 单吃一种肉 它就可以得到 我们人类所需要 20种不同的氨基酸 一次可以全部吃到位 吃肉啊 对 就是全部可以吃到位 但是呢 如果吃素 你只吃一种素菜的话呢 它没有办法 20种氨基酸都吃到 而且它的比例很低 如果说是全素人 我建议是 豆类跟骨类一起吃 因为豆类的蛋白质 对 豆类蛋白质 其实还蛮高的 大概占了20%到30% 然后另外 可是豆类缺乏一种叫做 甲硫胺酸 所以这是缺乏的 它没有办法说 刚刚潘老师讲的是全蛋白质 那骨类呢 它含的蛋白质也还不错 可是它缺乏一种叫做鲤胺酸 所以我们建议说 我们比如说我们吃饭 骨类 然后配上一个豆腐 或是豆制品 这样的话就合成一个 所谓的完全蛋白 所以是全素人在每一个正餐的 进食的过程中去注意一下 你是不是有吃所谓的骨类 再加上一些豆类 这是确保你的 氨基酸的一个 全方位的摄取 然后蔬菜的话 它基本上的氨基酸 就是它蛋白质量非常的低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迷思就是说 小朋友如果吃素 会不会影响到发育 因为很多家长说 小朋友吃肉才会长肉 对不对 有这种说法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小朋友 如果他本身已经很瘦小了 那他的胃口就很小 那刚刚已经讲过 就是吃蔬菜的这些蛋白质含量 因为很低 那因为他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这个人要长大 他就需要大量的蛋白质进来 那这时候他胃口又小 然后你这东西蛋白质含量 又低的情况之下 他怕他蛋白质不够 会怕这个 那另外呢 这是又刚刚我讲的 又多了一层出来的 就是说有很多的 这个植物性的食物 它没有一些 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比如说像我们所熟知的 B群里面的B12 它是极度缺乏 像我朋友他吃素二十几年 他吃全素 对像奶根蛋他都不吃的 可是他家里就知道 他一个人吃素 因为他是信仰的关系 那我就有问他说 那你小朋友 他说小朋友他尊重他 因为他也考虑到发育问题 所以他不勉强 那他做饭做两种 对 没错 而且他说吃素 如果真的是全吃素的人 去外食的时候 或者是跟聚餐的时候 他觉得这是一个小妈 而且他觉得长期吃素 他还有平血的问题 绝对 B12就是跟平血有关 就平血就刚刚卉老师讲 平血的问题 好 所以其实孩童吃素 会不会影响到发育 当然就是不一定 酸脚型的 对 是不一定部分 好 另外我们看 我想把这个第三个迷思是 吃素会不会比较容易饿呢 为什么要跟素亲回答 因为我看到这个饿字 我就会回答的 我跟你说 看你怎么吃 因为像我自己之前 在减肥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吃素 如果是健康素 真的就像帕老师讲的 是减重者的好朋友 就是你如果吃这种蔬食的醋 健康素 你吃蔬食 然后他的调理方法不是很油的 这真的是一种感觉是很饱 因为你可以一直吃 像我去吃刷刷锅 小火锅的时候 你把那整盘的蔬菜 都先丢进去煮 煮到完 然后拿起来吃光之后 就有一种饱足感 所以他可以创造那种饱足感的假象 但是有没有很容易饿 会 我告诉你 每次中间 虽然一开始有那个假象 对不对 到中午的时候就开始觉得 有点焦躁不安 然后就开始 找桌上有没有零食 隔壁人有没有什么 你去刷刷锅店还吃素 我跟妳讲 我几乎 他那个货太大了 我告诉你 你不是吃素 而是说你先把所有的蔬食 先吃掉 然后剩下你才开始吃 这样你的肉就吃得比较少 然后肉也是白肉 就是白肉 最多就是那种 比如说鱼或什么来吃 然后可是我真的觉得 最大问题就是 它那个饱足度 真的不够 如果你是吃不油的素的话 真的每天都开始 偷别的东西吃 王敏友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其实吃素的饱足感 跟吃肉食的饱不快 其实大家应该有感觉说 它的程度或许是一样 但是你会发现 消化素率是不一样 所以蔬食的饱 你可能觉得 假如这九分饱八分饱 但是它让你消化的速率 是比较快 很快就消化 酵素丰富比较多 对 维生素比较多 那你吃肉食不一样 肉食的消化速率比较快 比较慢 所以变成说你会觉得 好像吃肉比较不会饿 其实是这样的 跟消化速度其实有比较 对 因为动物性蛋白 在肠胃道的消化速度 它会慢 它的速度大概五倍 对 比植物性慢五倍 对 那我们要多餐吗 小吃多餐吗 还是吃素的话 是要多一点餐 让 其实吃素还可以让我们 让我们能够 变成这个饱足感 其实我建议很多 像我自己小朋友 或者是 我的原则是 一天当中三餐 可以一餐吃素 我建议如果没办法做 如果要减重的晚上的话 吃蔬食 大量的 晚餐 对 晚餐 这样对减重非常有帮助 那如果要克服这种 吃素的那种饥饿感 可以吃一些坚果类的 对 坚果 我觉得蛮好 当一点点心 像我把鸡就够了 刚刚讲减肥的朋友 其实也会想说 是不是吃素一定可以减肥呢 那这就不一定 就看你有没有 后来有没有去亨廷 对 好 所以这个其实刚刚 而且有时候调理的油也要准重点 而且我有个朋友 他其实还蛮胖的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 素食餐厅吃东西 结果你知道他都挑什么 我都吃 炸的 他都吃那个加工素 他说我要吃素肌素鸭 都是那种加工的 比较矫情的那种素食 就豆类的再制品 对 那像我话 我都会比较吃那种 比较天然的 比如说蔬食这样子 所以由这边就有看来说 所以反而你比较瘦 他就胖 对 所以就可以看说 为什么吃素 到底会不会瘦还是胖的话 其实要看你的食物的选择 好 我们来看 他有什么样的迷思跟味 就说如果他吃素 是不是要补充奶跟蛋 因为觉得好像钙质会不够 对 其实这个也是 我们国人吃素的迷思 第一个就是说吃素 好像那个油 油搓不够 所以他会喜欢 那个菜都会比一般葷食的 更油 这是第一个 对 你会觉得说 素食的一些制度餐 有时候奇怪 他的素菜怎么比我们吃那个葷菜 而且料理上面 是不是会口感加多一点 他最喜欢勾芡 然后再加面 因为迷思就是会觉得说 好像油脂不够 油脂不够 他就加多 那奶蛋也是一样 当然台湾也有分奶蛋素 或者非奶蛋素 那我会建议 当然因为奶蛋 也是现在国人调查出来 过敏源大家都知道 前十名 这两个牛奶跟鸡蛋 所以这个分量 当然就是看 我觉得第一个来源 你来源够安全 够无毒够干净 第一个OK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分量上 以小朋友像鸡蛋来讲 像我自己的建议 鸡蛋的话 小朋友你如果在发育期 可能一天或许一颗OK 但是以成年人 我觉得大概两天三天 一颗就够了 不需要到每天一颗 成年人 那你说牛奶 是不是一定要喝牛奶 像我自己的经验很好 我的老大 大女儿现在今年十几岁 以前小时候 他一岁半 那奶嘴断奶嘴 他自然就自己断奶 他也不喝泡牛奶 不喝母奶 就自动掉 你就喝什么 就跟以前那个 我们开玩笑讲 那个乡下人 那个念到博士 那个喝的臭壁壺 草米磨成粉 也喝到念博士 所以就一定要喝牛奶 就是奶的部分不一定 你可以有很多植物的选择 五穀粉打成姜 植物姜 燕麦打成姜 现在选择性很多 其实不一定 所以不喝牛奶 主要是怕的时候缺钙 那其实素食里面 有很多食物可以补充钙 哪些 像豆腐 老豆腐 它的钙就蛮多的 不要嫩豆腐 然后另外黑芝麻 也是一个很好吃 超米很多 超米 还有像一些青菜 像芥菜 或是芥兰 所以可以从这边补充到 今天重点就是八大的 这个营养素 对 就是不一定缺食 对 我们讲说 如果你是吃到一些 垃圾素食的话 其实就不营养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 怎么吃到健康的素食 对 没有错 好 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 我们要进行 八大优质素食的 食物的揭晓 豆腐 豆芽 有吗 都有吗 好 我们回来 就为大家揭晓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我们在破解了吃素的五大迷思之后 赶快要来告诉大家 你怎么样吃健康素 有八种优质的食物 对 八种优质的食物 我们一一来为大家列举 对 这都是经过了专家 建立之后 那么推选出来的 所以没有排名 那么是一种类 我们来做区分 那么第一个我们先看就是豆腐 刚好吴老师特别提到 那豆腐其实也是吃素的朋友 应该最常吃的 那么豆腐呢 我们看它有什么样的营养 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跟钙质 可以维持体力跟补充 素食者最容易缺乏的钙的这个部分 还有豆腐的营养呢 我们看到有大豆蛋白 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那么有维生素E 可以抗衰老 保持青春活力 大豆软营脂 对神经血管 跟大脑的生长发育 是有帮助 还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这是吃豆腐的好处 对啊 还有啊 你看有人适合 有人不适合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先一起把它讲完 再会请老师跟我们解析一下 那当时有这个禁忌 对不对 那么适合是儿童 跟消化力比较弱的人 你可以多吃豆腐 那么心血管疾病 或癌症病患 其实吃豆腐也不错 那么对脑力 因为提升这个记忆力等等 那么还有这个 读书的这个学子们 其实有帮助 可是注意一下通风 或是有急性期的病患 是不能够吃的 少吃啦 应该少吃 老师会提醒我们是少吃 那么结石或肾脏病患 不宜食用 加工制作的臭豆腐 臭豆腐也不能够一样食用 好 这是医养跟一些这个 吃的帮助跟禁忌 潘老师 为什么痛风 大家甚结石都不要吃 我这边特别强调 你要看这个字 你看这个我们的制作小组 很厉害的 对 它这有写一个急性 什么叫急性期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痛风不是每天发作的 我们痛风是这样 就是说它本身有痛风的经验 比如说它今天吃了大餐 明天一早或者半夜痛醒的时候 整个红肿痛醒 尤其是大拇指关节 那个叫做急性期 那那个时候急性期 你当然不能够再吃 这种所谓含普林类的东西 那但是呢 如果是你在缓解期 比如说 假如我盘管中是痛风患者 那我已经发作过两三次了 那我当然很担心 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发作 那这时候我就要透过一个所谓的用药 因为医生会开药给我自来 预防痛风再次的发生 同时我本身在饮食也要产生一个控制 那在饮食控制的时候呢 它在缓解期的时候呢 它只要少吃就可以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豆腐现在目前 早期认为 通风只要发作过的病人 豆腐都不能吃 结果他觉得人生真的是黑白了 因为豆类的饮食实在太多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没这回事 就是你只要在缓解期的时候 你只要适量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在急性期呢 就不要在那个了 你正在发作 那急性期很短 因为你如果今天早上发作 或昨天晚上发作很痛 因为痛得比生孩子还痛 然后到了医院去急诊给药 大概一个礼拜以后 它就掉下来了 所以因此呢 那个时期呢 就是尽量不要吃了 就还不是早就尽量不要吃 那另外像肾脏病患 因为肾脏病患 其实这个字是蛮大 因为有看过我们健康同学会就知道 肾脏病患 其实它还分五期嘛 它有不同的级别嘛 所以如果说你不同的级别 这也是所谓的限用 限用 限量用 限量用就可以了 好 那我想请问那个 吴老师 就是我们在豆腐 豆腐有这么多好处 对不对 那豆腐的种类其实很多 有豆腐也有老豆腐 老豆腐 臭豆腐 对不对 有各式各样的烹煮方式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那刚刚我讲到说 豆腐里面有钙 在这边再跟观众朋友 强调一下 如果说你要补钙的话 要老豆腐 日本的那种 嫩豆腐没有啊 没有 它的制作过程 因为所谓的传统豆腐 是有加硫酸钙 所以里面钙比较高 然后所谓的嫩豆腐 它加的不是硫酸钙 它是另外一种凝结的方式 所以并没有含有钙 所以记住补充钙质是老豆腐 对 是老豆腐 那嫩豆腐是什么 比较好一点 嫩豆腐的话 如果说你这个人要钙太多 你不要钙的话 就选择嫩豆腐 嫩豆腐里面有 口感也不一样 对 口感不一样 嫩豆腐里面还是有 其他豆腐的好处 像大豆益黄酮素 也是蛮好的 对 然后另外刚刚潘小师在讲说 你痛风急性期 是不是不要吃豆腐 那很多人除了豆腐 一般的时期 除了豆腐 不敢吃 连香菇什么都不敢吃 这个其实也可以吃 就是说植物性的 所谓高普林的 一般稳定期 现在都可以解禁 大家不用那么害怕 这样子 这是豆腐的好 这是豆类 对 好 我们来看第七名好不好 第七个 第七个 我刚刚一直在讲 就是说吃素折人 如果没有吃奶蛋 怕没有钙 其实没有钙之外 你还要有一个钙的好朋友 就是D 维他命D 而这个第七名 就是香菇这个东西 我现在已经是香菇的好朋友了 就是说呢 香菇 因为它除了我们之前说过 它里面有很多种 必须胺基酸 有很多胺基酸之外 另外它就是维他命D 也是可以促进我们钙子的吸收 所以你除了吃钙之外 多吃这个东西 一样可以帮助你骨质的吸收 然后帮助你预防 那个骨质疏松症 龚浩 我们来看看它的营养 香菇其实蛮营养的 包括了我们看到 它有丰富膳食纤维 还有含有钾 香菇的多糖铁 或是甘露醇的部分 它甘露醇 其实有利尿通病的作用 所以可以把这个体内 就是毒素 所以尿液和粪便排出去 好 这香菇的营养 那骨穿一下香菇好不好 香菇你维生素D 吃进来之后 不是就可以用了 那素食者 记得要去照太阳 要日晒 这样子啊 对 因为它才会活化 活化才是真的可以帮助 钙子吸收的维生素D 那我们吃昏的不用摘太阳 也要 也要 都要摘太阳 对 我们从食物来 只是给它一个来源 可是要经过太阳 才会维生素D 才会活化 才会真的去吸收钙子 然后你去晒大概15分钟 记得不要擦太厚的防晒油 那没有用 这样子 就是一个小提醒跟丁灵 对 好 现在我们要第六项了 第六项 好 令人期待的第六项 王老师 男人是豆芽菜 第六项我最推崇 就是多吃一些 种子的芽菜类的东西 像我自己在家 真的 我一年四季都在种 我自己会种 像小朋友这样子喷喷水 每天早上喷一点水 就可以种出来了 所以我今天有带 我们今天有大概跟介绍 大概有16种 16种芽菜 其实一般我们印象中 很多人吃生菜沙拉就是 最常吃就是木树芽 木树芽跟豆芽 豆苗 豆苗 黄豆 就大豆苗 小豆苗 对 还有绿豆芽 就是银芽 就这样子 一般我们常见在市面当 但是其实吃素的 我建议要多种类一点 一般所谓彩虹原则 可以找到这么多种 可以 那你帮我们看看 你那个16项 那这16项 我给大家看 就是说大概 我们先大概知道 这几个箱 一般我们常听到 像我们现在现场看到这个 像有紫色 刚才大家很特别 很压抑 那个紫色的是什么 这个叫紫高丽菜的苗 高丽菜苗 紫高丽 因为我们吃沙拉木 有紫高丽菜 那它这是苗 这是它的苗 苗啊 今天帮我们当示范吃的小姐 好不好 最喜欢的 告诉我们 那个紫色的是什么味道 所以 所以这些苗菜 所以我们在沙拉霸 也有看到 也都有 但是其他有一些种类比较少 但是我建议大家有机会 就多吃一点 像我在家我就建议小朋友 轮流多吃 好吃吗 那个叫高丽菜苗 是高丽菜苗的味道 有点像那个高丽菜叶梗的味道 然后但是呢 嚼久了 不知道是我的味道 有一点点苦 一点点苦 牙菜会有淡淡的这种苦色 还可以接受 所以牙菜的好处是 它维达命矿物质 还有酵素最多 酵素含量很高 所以刚才今天早上 煮备这一集 有早餐我们家全家 就包好这样可以吃 真的 好 那旁边那个绿色的呢 我大致跟大家介绍一下 像这有几种 那各位可以看 就是说像刚才 大家分不出来这个跟这个 看起来很像 这根本就是一样的 还是兄弟一样 但是这个尺寸大一点 这个是那个花椰菜抗癌 第一名的牙菜 那是花椰菜的苗 对 所以这个口感很特别 有一个萝卜柳树 它有一个嗆味 真的啊 那是花椰菜的 这个抗癌的能力 比花椰菜很高 还要强 真的啊 抗癌树更高 来自信也吃一下吧 生萝卜的味道 对 吃起来就很像萝卜 像萝卜 而且很好吃 对 那这个就是木树芽 各位 这看起来很像 这两个就不一样 那这个是 当然各位 这比较常看到就是豆类 那我要提醒大家 豆类的牙菜 一定要烫一下 像我这是早上烫熟的 要烫一下 那其他的可以生死 对 那如果当然今天 如果我们是有一些 比较重病 虚弱患者的话 这些牙菜要稍微烫一下 没关系 那后面那些绿绿的 那这个绿绿 像这个是萝卜茵 这是萝卜茵 就是白萝卜的苗 这个萝卜味道更重 对 拍到时候你可以试试看 那个我刚才有吃过 就吃起来跟萝卜的味道 一模一样 很强 很强 这萝卜流速也很高 那这个红色很好认 老师现在要吃的是 白萝卜的苗 白萝卜的苗 是不是像萝卜看老师 好像一只牙 不是 我现在回归我的本性 我属牛了 我今天牛吃草 那是萝卜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心里面的想法 我一直以来都很想搬到 王敏柳家隔壁去吃 我真的很想说 我看了那么多 我最想搬到他家去 要搬到新酒 我觉得祝他们家好幸福 对 他们的小孩很幸福 我下辈子投胎做你而已 好 他们都要报名 他老师最希望的是 右边驻林志玲 左边驻王敏柳 对 没有 我完全没有 林志玲对我没有任何 他要选择健康 潘老师你下辈子会化成一匹狼 但是吃素的狼 好 红萝卜交出来 要追那个 我想到这个味道了 对 这个味道呢 很像你们有没有吃那个 黄萝卜 但是他没有腌的那个味道 是萝卜嘛 一般萝卜会比较嗆 比较像萝卜鱼 可是他像是去了嗆味的萝卜 非常好吃 我们在市面上买得到这么多 可以 这都买得到 现在目前一个大型的超市 或有机商店都会有 所以王老师 你现在手上拿了这一盘 大概就有五六种 八种 八种 所以像我在家有时候这样弄一弄 我撒一点芝麻粉 坚果粉 用一点醋醬 我就可以当沙拉吃 那一般当然 我常常讲 有的人不习惯吃这种生菜味的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绝招 就是盖 我们现在主持人拿来的 这是王老师今天帮大家准备的 就加了那个 加了海苔 那里面有没有 你也没有包什么东西 可是看一下里面有包什么 我给你们猜猜看 你们吃不出来 所以你们没有撒花生粉 所有的东西 你不要 你吃吃看 我没有花生粉 我先教大家很简单 那个方法 因为很多小朋友 像我家有三个小朋友 吃起来好高级的感觉 好好吃喔 好像这日本的料理店 很健康耶 那这里面我就包了大概 五六种在里面 所以你的海苔片 有特别挑过吗 当然没有特别挑 一般的海苔片 就一般的海苔片 但是我教大家一个 真的很大的诀窍 一般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生菜味 那很多人 你不管加什么酱 反而加太多 有没有 美乃滋 加太多什么 太油腻 反而就是这样吃素就不见 那我教大家一个 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 你在家准备这个海苔片 我之前有一个小朋友 我妈妈说他打死都不吃 这个什么芽菜 我说我试一个东西给他吃 结果他一试 他回家一天都要吃 爱上了 一天都要吃一盘了 像木树牙都一次吃一坨 怎么做很简单 你家里看一定有这种 芝麻酱或花生酱 我刚才就是没有撒粉 塗一点芝麻酱 塗一点芝麻酱 在这个海苔片上 塗一点 芝麻酱 高盖高铁 对 吃素的人更需要 那一般我们就简单的 把这个几种生的 像这个豆芽 如果你要吃这样烫熟的 就一步一点点 那我们可以每一种 豆类的芽菜要烫 你们刚才这样 可能吃不出来有几种 因为我把它混在 所以你第一个口感 就不会抗拒这个口感 那我们就几种 把它放在一起 老师我们现在吃的是 八种都包在里面 对 几乎都在里面 各一点点 那当然一般人可以 撒一点这种花生粉 什么芝麻粉 但撒粉有一个缺点 因为我们家 如果小朋友吃 怕掉的满地都是 所以用酱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把它稍微这样 刚才你们吃就是这样 用包起来而已 就这样 所以我今天的早餐 小朋友上课前 我就给它一等两条 喝一杯这个很无骨姜 或者一杯豆浆 一般牛奶就OK了 对 你以为王明永的海苔是 是特别的 那是因为在盛同摆 摆久了就软了 现在包好像现吃是脆的 这口感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好处说 你会发现这个菜的腥味 你会发现已经 没有那么明显 对 对 而且它这个海苔 是我强力推荐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海藻要多吃 台湾人喔 对 没错 市面环海没有吃海 海藻是大亏 海藻太棒了 真的 对 天然的海藻 包括海苔 很多人打电话问我说 彭老师 你很推荐这个海藻类的 他说这个胶囊那么多 就要吃哪一种 我说我从来没有推荐过胶囊 他以为是胶囊 对 不是 你海藻 海藻就要吃新鲜的 像海带牙啦 海带啦 或者是这些一片一片的海苔 那海苔不能用炸的 对 海苔 那有些会用炸的 最好是用烤的是吗 那种就不健康吃素 所以烤一下就可以了 就不能用是烤的 海苔要烤的 所以你会发现海苔 跟这个生的牙菜真的是绝配 这样就克服了很多味道 跟口感上的问题 那你就觉得这也是很多 而且你那么多种混在一起 就大概有一些特别的味道 就比较消失了 还有一个它的属性也会稍微改变 因为牙菜还是属于比较凉的 所以我们用一点芝麻这样子 比较热性 温性 这样平衡很好 所以牙菜种类其实还有很多的 还有项玉葵芽 还有一个很特别花生芽 我要补充一下 花生芽 我今天把它带来现场 结果那个花生芽真的不好种 这个要季节很刚好 而且花生要能发芽 也不一定所有的花生都会发芽 花生的发芽 花生芽其实很特别 现在研究是 它有那个白梨乳醇 那么老化 跟那个红乳葡萄酒里面 非常有棒的助手 抗氧化 美丽煎冰 对 没有错 白梨乳醇 白梨乳醇 在这个所谓的花生芽里面 那花生芽的口感也很特别 这个在这里讲给大家 可能没办法感受到 下次有机会在 我们可以想想 所以它的B群 还有C都很丰富 在这芽菜里面 对 B群 B群 C 所以我们对芽菜完全改观 平常它们就摆在沙拉霸的 某个角落觉得很不起眼 偶尔这样加一点点 对 我们都会加那种 应该看起来那里有千岛酱 加美乃滋 这个芽菜在外头 你也要小心 因为它处理上怎么处理的 有没有洗干净 这也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芽菜在家里自己弄会比较安全 还是家里自己弄 我觉得比较安全 其实还有一个芽菜 现在台湾我们现在有机认证 现在芽菜也有有机认证 那就好 目前有通过这个芽菜有机认证 所以你买的芽菜如果有机认证 当然就像潘友讲的 会比较更安心 那我们就回家冲一下水就好 那我问你 那以前还蛮 有一阵子蛮流行 那个小麦草汁 对 那那个也是芽菜 对 也算 小麦草汁我们不能这样吃 因为我们不是牛 那个所谓精力汤或果汁 那养分也还有 养分还有 打果汁现打的也是OK 好 我们这边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现在介绍了几种了 六了对不对 八七六 还有五四三二一 这也都很重要 广告回来最后告诉大家 欢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学会 按照王老师他包的海苔加豆芽菜 超赞的 对 包芽菜 好多好多芽菜 对 芽菜 那如果你受不了这个炸鸡排诱惑 老师建议说 里面鸡排包芽菜也不错 这样你知得下吗 这是在骂我还是在教我 应该是教你 你可以在有你爱吃的 然后又可以吃到营养 也不错 其实这样也应该还蛮OK的 对 如果我们吃芽菜 其实要注意一些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在生理期 或者是说有拉肚子的时候 是不宜多吃的 另外就是因为普林脂比较高 急性通风发作 患者避免虚用 那么豆芽菜 不宜生 刚刚王老师讲的 只要是豆类的 豆类的 黎绿豆 黑豆 不要生吃 都要煮过 就是煮过嘛 才能够消化 那黄豆容易产生保障感 而且不易消化 所以要煮烂 慢慢细绞麦 才能够吸收 好 黄豆芽 因为含有这个天然的雌性激素 像有肿瘤 副科肿瘤的 或者是有乳癌 子宫颈癌 卵巢癌 子宫癌的 就是不要吃喔 好 我们来看看第五项 第五项 这个适合素食者吃的 对 也是优质的 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第五项 对 是乡村 那乡村其实有 很丰富的钙质 对吃素人 对补充钙质以外 这个在联合国的 这个所谓的 亚洲蔬菜中心 有做一个研究 它的抗氧化能力 是蔬菜之冠 比地瓜叶 还要强三到五倍 真的啊 对 所以它的这个 这个一般 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生的 这个是乡村 这就是乡村叶 看起来很像拔辣叶 很像拔辣叶 小的拔辣叶 很像小的拔辣叶 所以这个口感 所以它梗的长在路边 我们都不晓得 它是乡村 那它有两种 一种是红梗的 一种是白梗 就是利梗 这是红梗的 就是有点红色的 红梗 它是高的还是矮的 其实现在都是矮的 矮的 所以一般我们采 对 采收就是采的 如果一般我们在做 像现在很多人 可以买到这种 乡村酱有沒有 可以自己做 也可以买 现在市场上 蠻容易买到 有机店或者超市 都是取这个嫩叶 叶子去做酱 对 满嫩叶 再加我们可以DIY 很简单 就这嫩叶取下来 好 我们把它搭碎 老老师对你来讲 都DIY很简单 对我们来讲 会 老师 说是牙的话 就是只要取它嫩叶 很像我们采茶叶 采那个 采起来 因为嫩的 因为你如果这老的后面 你吃起来会 纤维很粗 所以我们取嫩叶 我们剁碎 或者是用果汁去shake一下 shake碎以后 你可以用一点像芝麻油 苦茶油 橄榄油 去把它泡制 加油这样 对 泡制一下 那你再加一点酱油 或加一点盐花 调味以后 你这个酱就可以像这样子装品 放在冷藏 像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做 现在房间有做好 也有可以自己做 你就把它剁碎以后 为什么这酱都黑黑的 香圈酱 因为我们腌的这个 看着都黑黑 不是 这个是腌的这个 橄榄油 绿色的概念 所以它比较墨绿色 那如果你新鲜的做 就先绿色 但放久了它就会绿色 所以一般我们就是把它剁碎 甚至你可以做成水饺皮 绿色的 还有切碎蛋 包水饺的都好吃 对 包水饺 或者水饺皮 或者是切碎直接 调味以后 或者这个酱做好也可以 你直接就拌在蛋花里面去煎蛋 就变香蟲蛋 那你今天有没有用的豆腐 是拌的 那今天这个做 次数我们可以很方便 搭配我们今天这个食材 我今天这个是调好的酱 豆腐是第八个 对 第八个 所以我们可以把两个混合一起 因为刚才我们那个 吴教授有讲的 这个豆腐 嫩豆腐比较没有那么盖 那我们就补充这个盖 我再加 我会很简单 就用酱油加一点那个姜末 是 姜末再加一点点那个寡糖 让它有点甜味 或者就是你有淡淡甜味的 这种香菇酱油也可以 那我们就把它稍微淋上去 这样会带一点 或者是你可以稍微用卤的 也可以把这个酱汁滷好以后 在要吃之前 我们把这个调好 这你自己做或者是买现成这个 这个乡村酱 现成的也可以 我们就把它 要吃的时候就挖一个 一起吃这样 这个口感会很特别 这样就OK了 这样其实味道应该 已经蛮浓郁 因为乡村的味道是很长 就是他的邻居 他已经开始肚子饿了 垂涎三尺 我刚刚有闻那个乡村酱 广告示 这好香喔 你知道吗 好想挖一口来吃 我觉得那个夹面包吃 应该也不错吧 对 这个夹面包 还有橄榄油在里面 对 你做好这个酱 你可以夹面包拌饭拌面 有没有 菜烫好我们拌一拌也OK 很方便 像我火锅蘸酱 有时候就不是用沙茶 就是用乡村酱 对 那味道也不错 又健康 算健康嘛 素沙茶 真的素沙茶酱 老师已经受不了优惑了 好我们来看乡村的营养 好不好 其实刚刚王老师有讲 在联合国亚洲蔬菜中心研究 150种蔬菜之后发现 乡村的抗癌效果 现在是几近第一名了 是番薯叶的三到十倍 当然了 在每100克的乡村芽当中 它蛋白质其实也是相当高的 还有我们看到酷磷 你看喔 它一百分之四嘛 就是4% 你看4%就算高了 那你跟肉比起来超大远 那肉都40%左右 20到40% 对 那另外我们看到它 香村叶它萃取液的话 可以降低血糖 稳定糖尿病患的 改善并发症 还有手脚酸麻 眼底出血等这种 我们今天又多了一个选择 不管是沾的 或者是 或者是豆腐 刚王明佑老师示范的那个 我就觉得说 这个就是真的很简单 人家已经把它酱做好 你大量生产的时候比较便宜 我们就买回来 家里洗干净以后 我们就把它打好 因为油也有一些油风 把它mix在里面 那油也会萃取这些有效成分 所以你可以放在冷藏 可以放大概半年一年 没有问题 那我们要自由都再拿出来这样 这是吃健康素 对 油脂食物里面第五种 尤其吃全素的人 尤其吃全素的人 好 我们来看看第四种 好像也是当季的 现在 不是刚刚是盛产 冬季盛产的 帕莫菜 帕莫菜 叫帕莫菜 对 台湾人应该都知道 因为它看起来这么多 可是一烫只会剩一点点 所以以前古代典故 是有个老公 以为他老婆偷吃了 因为怎么会这么大把吃 是不是这样 这又叫帕莫菜 原来是这样 那这个东西 它的好处在于 它富含膳食纤维 它可以促进肠胃褥动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 它烫过之后 它那个绿色非常的绿 非常的绿 这种绿色的蔬菜 其实对我们都是好的 可是我这个东西在吃的时候 我也建议大家 因为像我自己真的非常爱吃 我到冬天不吃的 铜浩是活不下去的 但是我很担心 就是说农药的问题 农药残留量 听说铜浩也比较高一点 所以可能要你自己在家里 稍微先泡一下 流水泡一下 然后再来用 多洗一洗 因为铜浩 它本身是长得很快的一个植物 所以它的农药用的很多 上一次我们在健康同学会 里面都有讲到 铜浩洗的要非常注意 所以你如果在外头 火锅店吃的铜浩时候 就比较小心 或者是买回家以后 把这个根去掉以后 就一夜一夜拿下来冲水洗 会好一点 否则你就吃大量的农药 未得其力先蒙其害 对 没错 那没洗干净的话 在火锅店你看 就洗一洗 那个农药就在火锅里了 就先在别人的锅子 算一次再来吃 好聪明 所以像是 像吃火锅 一般如果真的在外面 你没有不得已的话 你可以叫冤冈锅 对不对 一半是洗菜用的 不是辣跟不辣 一半是洗菜用 一半是吃菜 不是辣跟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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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建议业者 不要做鸳鸯鍋 做那个三国 未属三国三块一块洗菜 一菜是那个清的 真的 有时候 你在餐厅是你很难避免 餐厅到底他怎么洗 我们真的没办法避免 他有点像不好洗的 我可憐给你好好洗的 你想看你同胞 刚刚讲说怕不财 对不对 他就是量很大嘛 就是洗的时候 累得要命 你吃只有一点点啊 而且他那个量那么大 你像火锅店 每天可能他用多少 对 考虑到成本 我觉得可能就 我看过他们 就整个丢到水桶里面 就这样拉起来 拉起来就放下来 就拉起来了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洗而已 不过我觉得安德刚刚讲 把它切割三个小 这是有需要的 三格子对不对 就三果嘛 我觉得还不错啊 那老板不必洗的半点 这是一个点子 提供给全国的火锅店 一格清水 就准备开水就好 有点像泡茶 就第一泡 我们把它冲掉就好 对 这也不错 这点子好 然后注意小朋友 就不要吃那一锅 那不是那一锅 那是洗菜区 肉也不能在那边就算 有 有时候我们餐厅 吃饭都会断一盆 那个温开水 让你洗手 不是吗 一个意思啊 先洗手 好点子喔 好 先洗菜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刚刚提到的乡村铁很多 那我们来看 第三 第三项 第三项 是菠菜 对 大家对菠菜印象是铁膏 对不对 然后评学人多吃菠菜 这是一种迷思 来跟大家讲 因为菠菜铁膏 可是它有个东西叫草酸膏 那因为草酸会把铁给抓住 我们吸收不好 所以食物就算里面含有铁多 可是吸收不好 并不是这么的有用 然后它主要重点是 它含有所谓的叶黄素 还有叶酸 然后叶黄素的话 它对眼睛非常有帮助 像那个白内障的预防 或者是视网膜病变的预防 还有叶酸 对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 也非常好 所以如果菠菜的话 它应该是叶黄素跟叶酸 是最好的 最高的 它其实有一些营养 它能够 因为它有丰富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排便 然后叶酸就刚刚老师讲 是有益胎儿大脑神经的发育 那么所含的维生素K 可以帮助这个骨头的钙形成 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有这么多的好处 维生素K 菠菜只要一百公克 大概这样一小盘 一百公克 它可以提供我们维生素K 大概我们人体需要量大概五倍 五倍那么高 那K多的话 会让我们身体 有一种叫做骨钙素的合成 那骨钙素会帮助我们的钙质沉淀 钙质的吸收 还有就是它的骨质的形成这样 菠菜是我所有菜里面 最喜欢吃的菜 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受到一个卡通的影响 叫大力水 因为大力水 吃了以后就很强壮 对不对 就可以救他的女朋友 现在的体型的话 也是因为从小吃菠菜 也搞不好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很特殊 然后我觉得满香的 所以我觉得最喜欢吃菠菜 所以是说妈妈 骗小孩子吃菠菜的一个方法 方法 你记不记得她以前很瘦 她每次在电视上都讲她很瘦 她以前救不了奥利维 结果后来她就想说吃菠菜 能不能救她 结果没想到她吃鸡排变那么胖 对 她心中只能用 没错 应该是要多吃菠菜 所以你心中也只能够有一个奥利维 对 她心中只能够有一个奥利维 对不对 现在我们家的奥利维比我还要中 对 因为她感染到了吃鸡排的好处 像我跟大嫂说 一起下班嘛 一起下班 然后就一起吃鸡排 好 还是应该回归菠菜 对 好 我们现在是到第三项了 对 那先进一张广告 还有两项 这两项最重要了 到底是哪两项呢 在这里先卖个关子 我来就告诉大家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安德你喜欢吃菠菜 那菠菜我们看到它有丰富的 应该是叶黄素的部分 那它有叶酸 可是有些人说 很适合吃 有些人是不适合吃的 真的吗 有不适合吃的 那注意一下 包括了适合的就是 他有惯性便秘或夜盲症的人 是可以吃的 另外就是说 骨质疏松症的患者 也有帮助 那也有青少年 孕妇 老年人食用 这是菠菜 是适合吃 但是不适合就叉叉 不适合结食患者食用 另外肾脏功能不好的人 其实也要少吃了 好 这是菠菜的注意事项 这是我们今天的 优质吃素的第三项 好 另外第二项 就是 其实大家都可以吃得到的 玉米 那么玉米呢 它有玉米黄素跟叶黄素 那么它可以 就是玉米黄素 它可以降低眼睛黄斑部的病变 那么叶黄素则是有助于 眼部疾病的一个预防 所以这是玉米它的一个好处 那玉米的营养呢 当然我们刚刚讲的 保护眼睛嘛 那么还有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肠胃蠕动 改善便秘 它的B群呢 可以促进代谢跟抗氧 所以玉米有这么多好处 他还是要不要补充一下 玉米的好处 对 玉米 它这个我们都知道 就上一次我们有提过 就说因为它这个系统性农药 有的时候在这个中间的地方 会有很多的农药 就潘老师补充的是农药 对 所以我特别想说 不是 你现在要多吃嘛 很难洗 你要多吃嘛 多洗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就是以后做 从这里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 就是拿回来以后呢 就是洗干净 把它直接这个东西切下来 切掉 切下来 然后再去煮 会比较好 我提供一个护眼的 我家的配方 就是我常常把菠菜 玉米还有枸杞去炒 颜色很漂亮 黄色 绿色 红色 护眼的超级好的蔬菜 玉米 枸杞子 枸杞一点 然后还有菠菜 刚刚讲的 做汤是不是 不是 炒 做成炒的炒菜 对 给小朋友吃非常好 我保人家 对眼睛的预防 它的白内脏 或是视网膜病变 这三项加起来口味合吗 合 老师那个试验过 而且它这个做法 就是直接毕掉 我刚刚讲农药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比较喜欢 整个丢下去煮 这比较要小心 可是不是说吃鱼米 比较不容易消化吗 对 有的人 比较不容易消化淀粉 然后会胀气的话 就一次不要吃太多 是 好 我们来看第一位 对 就是今天的第一项 就是花生 竟然是花生 你是你的最爱 等一下讲 花生富含素食者 容易缺乏的这个铁子 虽然要补充铁子 铁子应该蛮高的 那么有助于消除疲劳 花生不是有黄取毒素吗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 它的营养 那么因为有维生素B群 可以改善口角炎 角气病神经炎 那么还有丰富的软磷脂 那么可以延缓老化 降低胆固醇 还有我们花生的多元 不饱和脂肪酸 降低心血管疾病 是有帮助 那么因为有多分类的物质 可以防癌抗老 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 他老师这花生有这么好 他现在是这样 就是我还是回到 我原来的讲法 就是说我们比较赞成 把它变成一个族群 就是所谓坚果类的 坚果 花生也可以算 也是可以算坚果类的东西 所以就是因为你每次去买 那个坚果的综合坚果 它里面一定有花生 有花生 杏仁 核桃 南瓜籽等等 所以我是觉得这些 就是搭配起来 不要就今天讲的花生 你通通吃花生 然后杏仁 什么核桃 你都不要了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要多元的吃 但是要健康吃的话 我是建议就是尽量不要用油炸的 这个应该是水煮的 对 然后不要去买那个外头的 它有加工过的 比如说它放了一大堆盐巴在里面 加工的 对 那都不要 加芥末 这颜色好漂亮 这个最喜欢吃 这个加大蒜的 对 其实最好的就是像这种的 像这种的 那就是真的 对 就用真的 这是最好的 对啦 这种外面很賣很多 而且这种 这种也比较不会有黄麴毒素的问题 这个啊 这种 比较不会 比较不会 因为带壳嘛 带壳就比较不会 你如果说不然的话 它发霉以后就很麻烦 可是黄老师不是说 吃了这个会火气大吗 真的 我昨天去买这个 我才吃一点点耶 但是我可能买到是炸的 还烤的话 惨了 一定是吃得很炸的 货皮了啦 才吃一点点就 所以我想我就是不太敢吃花生 就像花生的花生油一样 一般我们大家 阿嬷也用了几十年了 花生油其实也蛮好 但是一般我们台湾花生油 都是用热萃取的嘛 用炸的 那一般现在 其实花生油也有这种冷压的 一样 跟所有种子有一样 所以种子类 就像潘州的讲 种子类是植物的 延续生命的方式嘛 就像我们吃鸡蛋 鸡蛋是动物延续生命的方式 所以这两个东西 其实营养成分应该都很高 所以吃荤的人吃鸡蛋 你吃素的坚果一定要多吃 好 我们现在介绍了八种 对 我们现在要请吴老师 帮我们综合讲一下 我们吃素的人 有时候会缺这个缺这个 或者吃什么太多要注意的事情 有 吃素有很多营养素 会有缺乏的问题 要注意 像第一个的话 就可能会吃进很多反式脂肪酸 所以解决之道就是 不要吃太多加工素 加工素 好 那第二点的话 就是刚刚有讲过 氨基酸可能会不均衡 对 所以要把豆类跟骨类 配在一起吃 配在一起吃 对 然后第三点就是说 像如果说不吃鱼的话 鱼油会缺少 就N3的脂肪酸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亚麻仁子 或胡桃 那你在烹调的时候 可以多用一些橄榄油 芥花油或苦茶油 因为这些是N6脂肪酸 比较少的 它可以让我们身体 N3的脂肪酸合成比较多 好 然后再来就是说 维生素B12会缺乏 也会缺乏 会 比如说你吃素 刚开始一两年 可能不会缺乏 身体有储存 可是如果说超过一两年 请补充有维生素B12的 中毒维他命 或者是有加维生素B12的酵母 这样子 好 那钙质缺乏怎么办 钙质缺乏的话 刚刚香川很好 还有豆腐 要老豆腐 还有一些豆干 芥兰 红线菜 还有九层塔 对 九层塔也可以 也是蛮多 蛮多钙质的 那再来就是维生素D 它也很容易缺乏 那刚刚吃香菇可以 那你记得要活化才有功能 所以要去晒太阳 晒个十五分钟 可是不要擦 细数高于8的防晒油 那如果我们缺铁 铁跟芯 铁 那如果说是铁的话 不要吃菠菜 我们可以建议大家 吃一些线菜 红线菜或红凤菜 还有葡萄干 对 葡萄干 香椿也不错 香椿 没有写进去 还有一些花生 其实刚刚含铁也蛮高的 是 对 花生跟黑芝麻 含铁都很高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些 铁是含在植物性的里面 吸收率很差 大概7%而已 我们不应该在吃饭的前中后 再喝咖啡跟茶 不要 因为这样会降低铁的吸收 降低大概200毫升的咖啡跟茶 降低大概70%到80% 所以吃素的人一定要记住 你在吃饭前中喝 不要喝茶跟咖啡 然后再来就是腥 腥我们吃素的人很容易缺乏 因为一般腥它在肉里面 或是海鲜 那我们吃素的人没有 那怎么办 多吃一些坚果类 坚果类可以补充腥的来源 好 像你看 吃素这么容易缺乏那么多 所以我们一般人 我看就是降低 那个动物性的摄取量 多增加吃多一点蔬菜 可能这样会更多 好 那我们讲完了八项 观众朋友记不记得 可能又忘记了一半 所以要总复习一下 所以说你要健康 健康吃素这八种食物 其实你可以多选择 那么第一个就是花生 老师刚刚讲 其实花生应该就指坚果类 玉米 菠菜 桐蒿 那今天还有香醇的料理 也介绍给大家 豆芽菜还有芽菜 香菇跟豆腐 这八大项是优质的 就跟前几前我们讲的一样 就搞不好也可以做 做成一锅东西 我就说要煮煮成火锅 全部都煮成火锅 你最简单 你每一个都煮成火锅 真的煮成火锅 真的煮成火锅 很好 再去一下农料 这个配方 然后再撈起来吃那个 然后那一锅就丢掉 好 我们节目之后 就用自己的内容来做 那由于是吃荤 也不见得不健康 所以显然是这个观念 大家已经接到了 所以我强烈的要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你想要健康的人 是要健康的吃 而不是要吃荤或吃素 对 好 这边有一个食物 要来抗议 这芋头怎么没有在 没有在八个里面 这芋头不好吗 芋头不错 芋头算主食类的东西 就是说它已经算是 就是饭面类的 淀粉类的东西 淀粉类的东西 淀粉不错 算主食了 那吴老师芋头也不错 也不错 也不错 可是我想还要问 就只说它是只有淀粉 但是它里面纤维多 就是说你如果一碗白饭 跟一碗芋头 那当然芋头好 因为芋头它除了淀粉之外 它有很多纤维在里面 所以你吃白饭的时候 吃不到纤维 除非你吃五谷 杂粮 臭米饭 才有可能有纤维 那这会不会胀气 会啊 会啊 咱们会 下午会